字幕提供 庭文字幕提供 費用會不會要於明顯的地方去運動 香港物業學會定時後更新價錢的息目 例如2012年2月的物品大概要多少錢 原来我们会根据通胀而做一个价格调整 我们也会一路上升这些资料 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 其实这些就是给大家多一些讯息 原来身后事过了身 是要怎样怎样去做 或者是价钱是多少 这个希望到时可以帮大家 我们也是在做这件事 如果讲一个最经济 由最低的消费 如果最低消费的丧礼 就大概是八千元左右 八千至八千八百元左右 这些就是很简单的 就会在医院直接出殡 那我们就不去殷疑馆了 因为你一去殷疑馆 就要给殷疑馆的租金 殷疑馆的小费等等 那有些家庭 他们人数未必太多 或者他们也没有能力 去洗衣不费用 那我们就会在医院的殓房 或者在政府的殓房 和他们借用一个地方 很简单做一些仪式 大家做一些纪念 接着我们就会去火化场 做一个火化礼 这个就是为之最经济的 但如果你说我们家里人很多 街坊朋友很多 我们都想去殷疑馆车 给朋友过来自制骨工 这些围到大概 25,000元左右 即是一个医的洗费 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你朋友跟你说 要十几二十万 其实殷疑是没有一个定的 那个棺木的差价 可以由5000元到100万 也有 所以这一个就是 看下你的质量 你要求的东西去到哪里 其实人生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几个方法去做的 第一 我们只是记录下 我们自己想 未来的新后市怎么做 那我们只是纯粹记录 那就将这个资料 寄存在我们的资料库那里 比如说到十年后 二十年后 到发生士气上来的时候 由你的家人或者朋友 可以上回的资料库 找回你当日自己的医院的资料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天的人生策略 就是可以 就是我们预先帮自己 定了一个矫妇的形式 譬如说我分三年去供款 去给了这件事 或者我分五年 那你就和相关的机构 或者公司 大家做一个协定 如何去完成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就会想 如果我的桑礼五万元 到我现在过世了 其实家人可不可以突然之间 拿五万元出来 去支付这件事 这个也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如果你会担心 我不想我的身后事 成为家人的负担 你可以预先帮自己 策劃了 定了一个价钱 然后将这件事 怎样自己 用一个什么方法去缴款 也都可以的 我想静静一下 等这行业 是一个 成福利群体 还是一个 有限的老师 还是他一个人 同学人组织 首先 我们学会 暂时到现在 我们也是一间限公司 但未来 我们一直在转型 希望到时可以做出一个NPO 但不是现在这个阶段 所以我回答你 我们暂时是一间限公司 第二 我们是一群年轻 我们平均年龄 应该是三十至四十岁 那个年税不太高 那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呢 邪先生刚刚提到一个问题 那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香港文言学会 竞争力 不是在年龄那方面 那我们就是说 是统化 专业化 和制度化 以前那个年代 所有东西都是说 我越年老 我的样子越年老 我的年纪越年老 就代表诚信最高 这是事实来的 因为你代表你的经验 已经有这么多一段 你已经在浸浸了这个行业 这么多十年 那我们这群年轻 如何去和人竞争呢 那我们就是根据 现在我们学会里面 是有课程 课程也有的考试 通过考试 通过实习 亦都通过每一个年度的 资料的更新 譬如说 我们和一些外国殯儀的组织 去做一些交流 去做一些技术的更新 那其实我觉得 这些资料的输入 比我们越年老 就等于越有实力 那样东西 是可以做到一个平衡 那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学会的定位先 那其实我们学会 最主要就是 我们的主要就是 教育 那我们教育是什么呢 教育香港市民 生命教育 不需要害怕 我们要预先想 我们另外一部分的教育 就是培训一些 现有的工作者 还有有兴趣投身 这个行业的工作者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 另外我们的社会服务 就是去做一些辞职的工作 以及去帮一些 武力殿壮的桑家 去完成一身后事 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 那你讲到就说 咦 但是我们亦都去 给一个殯儀服务 一些的朋友 那就是涉及到宗教服务 或者一些礼仪上的东西 为何我们会有这件事的加入呢 其实一个学会 理应是没有这件事存在的 但是 去到一些 无力殿壮的家庭 在香港这个 那么商业未重的社会里面 没有钱赚那些 不会有人喜欢做的 那当没有钱赚 又没有人喜欢做的同时 是否我们就要将这个围体 就交给政府去处理了 然后将这些灰 就放入公群那里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香港病毒学会 亦都去 有这个殯儀服务出现了 就是基于 由这个无力殿壮开始 延伸出来的 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 可以做到一个平台 给大家一起参与 包括现有的殯儀工作者 现有的殯儀公司 我们怎样可以整理这一班人 全面提升他们 包括心理 或者他们的学历 或者我们怎么去 处理一些投诉的个案 那这个就是我们做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是说 要去杀出那条新血路 去做些什么 我们希望可以全面提升 这个就是我们 河会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如果我直接找人的公司 和找你们去搞个分业活动 那其实有什么分别 那我们和别人最大的分别 就是第一 我们有个优质管理的机制 就是我们会接受投诉 接受赞赏 投诉个案 比如说工作者 他处理得不合当 或者他的收费是蓝收了的 等等 我们会follow off 去做那个感情 而我们和其他 还有什么分别 就是我们来 香港文娱行会 下面那班的成员 全部都是受过训练 受过一些认证 我们自己的认证 透过考试 透过交工科等等 但如果你说外面的 拼儿公司 他们就是全成的 就是家族的全成 或者是私徒制的全成 而我们这里就是学员派 就是由老师学生的关系 这样受过出来的 其实两者会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那我先讲家族全成 其实我是来自一间 家族全成的拼儿公司的 我现在是第四代 就是我太阎 我赢我 我赢我爸爸 我就是去做棺材堂的 但为什么来到我这代要变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 接受过西方的教育 我认为有些位 是需要做一个改革 做一个进步 所以衍生了 香港文娱学会出来 其实我都是来自一个 分业的世家 那么问题会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要去 那么多次一举做这件事呢 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是来自一个 家族全成 爸爸 爸爸传给儿子 儿子传给儿子 但是如果当爸爸 发现儿子的资质 不是那么高的 或者其实根本你觉得 他升任不了的 那你就会遗传而传 当遗传而传的时候 你就可以另一边想想到 咦 那间公司的质素 或者他的服务 或者他的态度 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不敢去评论 个个都会有不同 但是学员派这件事就是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老师要模式地教你我懂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课程 或者我们的架构 是需要这样做的 那么你通过考试 你就会去毕业了 那就可以减低了 就是师徒制的流币 师徒制是什么呢 如果师傅 特别喜欢你这位徒弟 我可以把我毕业的功力 都教给你 这个我不会叉鞋 我不教给你 这个是师徒制 他们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学员派 就可以把这件事破灭了 那当然啦 老师和学生之间 也会有偏外的 但是偏外就是以外的事情 可能你会加一些 另外的知识给他 但是应该有那些 他也会有 那这个就是我们同仁的想法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